屏東十大社府園區近年陸續動工 其中屏東市社府園區 竹田樂製園區及鵝鑾筆老人多元照顧中心已啟用 而久如全人照顧中心最快將於今年4月開幕 規劃中還有岩浦 內浦 潮州 耿春 東港及小琉球等鄉鎮社府園區 完工後將成為照顧跨世代生活的地方性地標 我們從北到南總共有十大的社府園區 都是以跨世代的生活作為我們園區的一個興建的願景 目前已經完成了包含我們屏東的社府園區 裡面有屏東社府館 有老人活動中心 有我們最受歡迎的和平共榮公園 另外在竹田的樂製園區也已經完成 以及南端的鵝鑾筆園區也已經完成 在今年度一句可以來開幕的包含我們的酒儒 包含我們的岩浦 潮州以及恒春 那明年還會有我們的東港 小琉球以及內浦 縣長潘孟安表示 為建構完善的社會福利服務 及落實平壁平南資源均衡發展 縣府積極打造十大社府建設 未來將在全縣各社府園區提供從幼兒 而少到引法族長輩及身心障礙者的全人照顧 落實全縣社會福利均衡發展 及增進服務的鏡面性與在地性 因為屏東福利遼闊 那設置了幾個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就是希望就近服務 就地照顧我們的這個幼兒跟長者 他所配置的一些相關的服務設施 是一個心靈的補給站 是一個救助的補給站 是一個人民以及情感之間連結的一個平台 台門安表示 屏東十大社府建設 從北分部到南極離島 不少園區的新建經費都高達上億元 縣府除自酬也向前瞻計畫爭取 期盼透過創造友善服務環境 能滿足民眾的多元需求與社會福利 共享安居生活 評論新聞 張榮 柳建榮採訪報導